信义区运动中心欧里景祥教练示范用水瓶、椅子、阶梯、弹力带等随身可得物品 以不同方式进行深蹲、强化大腿的股四投机 为降低肌小症对年长者的危害 信义区健康服务中心今年度特别针对首领者推出健身入门运动课程 提供民众在运动方式上的新的选择 长者的肌小症的一些盛行率跟发现说 其实65岁以上的男女性 其实都有大概20%会有肌小症的症状 随着年龄增加甚至于到了80岁以上 会高达50%到38%会有肌小症的情形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身体活动的建议 是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的强度以上的运动 那根据上面的调查其实显示 我们国人的运动时间其实是不够的 那其实我们在台北 我们台北市111年也针对健康风险因子 跟长者的一些功能评估 包括认知、行动、视力、听力、营养、忧郁 进行调查分析 那我们分析其实有发现 运动的有固定运动习惯的民众越高 那它的一些六大功能评估的异常就越低 那只要你运动频率有增加 那它也会有助于降低六大评估异常的一些情形 所以运动其实对长者是真的是有帮忙的 肌少症评估包括肌肉质量、肌肉力量 以及体能表现三个方面 随着年纪增长、脂肪增加、肌肉量减少 若养分摄取不足会加速肌少症情况 加上运动不足 基础代谢率变差就会形成肥胖型肌少症 其实肌少症原因大概就是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老化 第二个就是养分摄取减少 那什么叫老化呢 话就是说我们一般水种年纪增长 其实我们身体的代谢会改变 会造成脂肪堆积比较多 那肌肉的比例慢慢的下降 那如果这时候呢 如果养分在摄取不足的话 那肌肉会掉得更快 那慢慢的就往那个肌少症的方向去做那个推进 那肌少症很多遍跟我们说 医生那肌少症要怎么办啊 它到底是要怎么做处理呢 那其实肌少症以为我们来讲的话呢 它目前是没有明显的药物来做帮忙 那肌少症我们大部分来做肌少症做应对的话 我们大部分会有两个面向 那第一个就是运动训练 那第二个就是适当的蛋白质摄取 因为有运动训练你才要训练给身体 身体才慢慢去长肌肉 如果没有运动的话 那身体觉得我没有这个需求 我的肉就不会长 但是运动并不是说去搭身体工业走的叫做运动 它其实需要有一定的有效率的运动 那一般讲的话 我们运动大概会分四个面向 我们大概以运动类型 运动强度、运动时间 那以及就是那个运动方式 那那个运动类型的话 一般讲我们会分为就是腹众运动跟优氧运动 那腹众运动主要是长肌力 那腰运动主要是长耐力 那一般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会 两个都一起搭配使用 对 然后再的话一般讲 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像我们所谓运动强度 可以达到周强度 大概就是心跳至少可以到 大概平时就在90到120下 鸡少症目前尚未有明显疗效的药物 但适当且有效率的运动 搭配蛋白质摄取 对于鸡少症的状况 会有改善的作用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